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麼柯文哲 有到陶珠影園去唱歌 陶珠影園號稱一瓶要800萬 800萬 那時候一般的房價才100萬的時候 他就800萬 很多年了嘛 這麼多年你聽說賣出一戶 不真的假的 那一般大家覺得可能 台灣真的出一瓶800萬人 其實也不少 並不是有那麼了不起 但是還是貴門 但是很怕 你去以後大家都想說還有誰 第二戶是誰 第三戶是誰 慘了 國稅金看說你那麼有錢 整個媒體的焦點就是你 所以他都不敢 不敢為天下仙 所以那半天只有一戶 但是聽說 聽說裡面的設備什麼都不錯 你想一瓶800萬一定不錯 我是沒進去看過 所以之前我就聽說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說柯文哲有去過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是特別強調一下 我是耳聞 那在顯然那邊是可以唱歌的 所以唱歌到底是請拿開始來 什麼小禮什麼這些拿開始來 還是說那邊就有設備 視聽設備好得不了 沒去過不知道 所以通常有兩種 通常一種是要吃飯 吃完飯就找一個在旁邊的伴奏 然後就唱個歌做餘性 所以我就要問了說 柯文哲只去唱歌嗎 有沒有吃飯 一般都是吃飯完了唱歌 然後光去唱歌又不是KTV 然後你只去這一次嗎 只唱過這一次歌嗎 通常要安慰人 假如落選敗選 沒關係 你還有東山再寫的機會 那關係要很好才會講 一般泛泛之交 不會是講這個 你當選會恭喜 落選這不知道講什麼好 要去說我請你吃個飯 然後我們唱個歌 然後安慰你 這個不是一般的交情 你想想看 對不對 我落選合到現在 沒有一個人請我吃過飯 沒有一個人請我唱過歌 大家都好像假裝沒有這回事 就好像沒這回事 這講什麼對不對 所以這個關係看起來 不是一般泛泛的關係 真的 我就覺得 而且我也真的不相信 一個應小微 一個議員 我也做過議員 也做過立委 一個民意代表 就能夠影響市政府 這麼大的決定 容積率從392變成800市 200多的歷任 有這樣的可能嗎 大家嚇到嚇死也不敢碰 而且市長也不敢碰 所以柯文哲怎麼敢碰 敢把這個事情這樣子弄 還覺得自己坦坦蕩蕩 我心坦蕩 我都沒事 這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威京集團的台北市 打造了兩大建物 一處是已經熄燈的金華城 而另一個就是在信義區的 超級豪宅 桃朱隱原 有明代接獲檢舉 說柯文哲曾經出入這裡 甚至在這裡唱歌 所以公民黨議員 應小微和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金 遭生涯禁見 金華城 必按著火 越燒越旺 各界就問 柯文哲和沈慶金 私下究竟多少往來 柯文哲自己心裡 也非常的明白 他有沒有去過 桃朱隱原的招待所 有沒有唱歌 甚至一首接一首 我從來不會否認說 我認識沈慶金 我當台北市長 這麼多年來 很多這種 對我來講 財團老闆也是 就是一個市民嘛 所以遇到 這還是有 我從來不會去否認 所以有去唱歌 有他請過我一次 那是選後的 選後 選後 他當我說 啊 選不住 為了解 就這樣 那一次 桃朱隱原去了 歌也唱了 柯文哲通通認了 但他過去才說 政商關係 就像拿刀叉吃人肉 這個壓力來自於說 他們堅持是392 但是有各種的施壓 要求他們放寬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堅持 進化成案 檢調進入深水區 逐一拼湊關鍵拼圖 相二委 其實昨天 當大家討論到說 柯文哲確實承認了 他在選後 有接受這個 沈慶晶 那的邀請到 桃朱隱原去唱歌 他大方的承認 說實話 他在承認的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 柯文哲是非常非常的大膽 為什麼 大家知道監裁人的調查 其實在去年的12月 其實就已經出來了 裡面眾多在這個決策裡面 不合理的狀況 洋洋灑灑 其實寫的是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其實在討論的內容 我認為沒有太大程度 超過監裁院當時 其實調查的內容的部分 監裁院已經 調查這麼清楚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居然還敢在選後 接受這個沈慶晶的邀請 去那邊跟他私人的空間裡面唱歌 這對於任何一個政策 我認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他說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衛繞 選後的衛繞 坦白說我自己是不相信的 如果要一個衛繞 為什麼電話不能衛繞 其實這個大家不同的政黨 可是有人當選 有人落選 我們都衛繞過很多人 我們都安慰過很多人 很多時候是用電話的方法聯絡 什麼時候一定非得要唱一次歌 才能夠達到衛繞這事 而且你們之間的關係是這麼的敏感 你們正是現在大家就是在監督你們 或者是在看你們的這個過程 你還敢去 我不相信 坦白說我不相信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衛繞 這是完全不可常理的事情 可是當然我們今天看到這整個搜索 跟帶走柯文哲的畫面 剛剛甄宇議員講得很激動 我說實話我心裡也很激動 我們想這十年的過程裡面 柯文哲的這個起落 其實有經歷過這個過程 其實都會很激動 但我還是要說的事情是說 因為我們看了下午 民眾黨開了記者會 用黃國昌自己出來主持的記者會 第一個 大家都看得出來現在民眾黨 其實還是想要把這個事情的發展去導向 這是一個政治辦案 這是特定的政治政黨 想要對付另外一個政黨 就在做這樣子的 我覺得我原理先不要先去做這樣 預設貼標籤 因為對於我們黨 我們還是有黨的立場 那當然我覺得搜索的內容是什麼 我相信檢調如果願意 其實是可以說明白的 因為我先說完 第一個事情 我覺得還是有預設 所以為什麼來搜索我們 這不必要的等等等 都用這個態度 但我說實話 現在如果要去暗示說 這個是政治辦的話 我覺得現在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為什麼 這段時間檢調辦的案子 其實不是只有白 包括藍 甚至包括綠 甚至綠裡面還包括很多 也是現在賴清德總統 過去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的夥伴 所以如果假設 我說如果要去做這樣的影射的話 我覺得效果會非常非常有限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要說 為什麼沒有證據什麼 其實這個話今天由黃國昌委員來講 我其實是覺得蠻諷刺的 不要忘了 黃國昌委員過去在立法院裡面 通常他都是要求什麼 擴大偵翻 擴大搜索 向上偵辦 甚至他甚至提出很多 類似像連坐的概念 所以今天大家會看 當你遇到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說你不可以來搜 你憑什麼來搜 你沒有證據不能來 這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之間的反差 其實我認為一般社會大眾 是會看在眼底的 今天不管是要影射 好像是不是政治辦法 或者是你憑什麼 我認為這些說法 我說少我覺得都滿蒼白的 其實社會大眾 現在沒有特別關心這件事情 大家關心的事情還是 第一個 到底柯文哲 後來會不會被收押 我覺得大家關心這事情 第二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柯文哲講不出任何一個 有道理或有邏輯 到底你今天840%容積率的 這個決策 帶給台北市什麼公共利益 一句都講不出來 一句都講不出來 過去只說我程序上一切合法 沒有任何一塊錢到我口袋 如果程序上一切合法的話 對不起 在應小微 在審慶金的收押裡面 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這事件一切合法 第二個 剛剛講到說這是大動作搜索 沒錯 大動作 非常大動作搜索 昨天繽紛48錄 今天10錄 可是我必須說 我覺得這過程 是一個謹慎的過程 他是一步一步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一定會約詢柯文哲 一定會搜索柯文哲 其實這一點都不意外 雖然那個畫面 還是非常的震撼 我還是覺得這畫面很震撼 從台灣的政治發展的歷史來說 這還是一個震撼的畫面 可是大家並不意外 所以即便大動作 可是其實這個是循序漸進的 我自己會覺得我看法是 我坦白說我是滿關心小草的心情 我關心小草的心情是因為 裡面有很多過去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關心 因為裡面很多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甚至我自己有一些朋友 這次投選舉的時候 是投給柯文哲主席 但我今天看到黃國昌出來開記者會 還是說我們力挺柯主席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這是你們的立場 但我也知道這個抱團的做法 我認為後面可能會衍生更多的代價 黃國昌非要這樣講不可 不這樣講要怎麼講得了 他有一點惡意的眼淚 你知道嗎 不過主持人我要向你報告 因為你剛才是提到 說交情要多好 才會出面安慰人家的路線 這個給我一個深淵的機會 因為我南部的同鄉同學 他們最不能諒解我的 就是我一個禮拜兩次 來參加你的節目 他說你參加那個 因為你沒有安慰 表示我們交情沒那麼好 你知道不夠 完全是太不掌勁 因為你這次沒有選上 我們出門安慰你 所以今天公開 向我南部的鄉親們宣布 交心表態 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怎麼樣 不過不到吃飯 不到吃飯唱歌的地步 插家亨 不過聖漢剛剛的講法 我是聽起來有一點起雞皮疙瘩 因為什麼你關心小草的未來什麼 還有你的思維 你的邏輯 跟柯文哲是兩條平行線 是沒有交集的 因為你的這個想法 跟柯文哲一生這樣走來 他的做法是完全 你們兩個是不一樣的人 完全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剛剛 所以我沒支持過柯文哲 這邊是2014年 你這個結論也推得太遠了 我認為柯文哲今天會這個樣子 大家都想說他是一開始就這樣 就這麼一個人 我們大家都被他聘去 還是他開始是有一種大志 真的是說台灣 大家對兩大黨不滿意 給大家一個第三選擇 但後來因為他經手 每天看的東西都是 錢有夠多 管理有夠大 所以他變了 我比較傾向是第一個 因為你去問問台大 高他幾屆 低他幾屆的同學們 他們曉得柯文哲的為人 他們覺得今天的下場 就沒有什麼可驚訝的地方 柯文哲他是出身一個 很平常的中產階級的小資 小資產階級 他就是念書還可以 結果就是考上了台大 這樣的人其實他 其實他最大的缺點就是誇誇企業 說你很清白的 我青年 我怎麼樣 其實柯文哲有一個特點 柯文哲看到大的財團 像星光金 像這個衛京集團 他的膝蓋滿軟的 他就看到不只是有錢人 看到權力大的 看到有錢的人 他其實滿鞠躬哈腰 那個個性並不是說 見大人則苗子 最大人則苗子 他不是那一種人 所以他 你看在很多小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是兩面人 所以我那一天才講 他是集小奸小二 成為大奸若善 他這個若善騙了我們 但騙了你我 沒有關係 我們七十幾 你我八十幾 快要死了 無所謂 我們沒有被騙 我從來沒有被騙 但是他騙了 我是以你為例 是你這個年齡層的人 我這個年齡層被他騙得也不多 所以你看支持他的很少 支持他就是年輕才會支持他 但是我覺得這個更不好 因為我們不會被騙 但是我們人少 而且也快要走向末路了 但是三十五歲以下 這一個整整的一個世代被他騙去了 這個其實是很不好的 因為這些人是你騙了他們的感情 你騙了他們對未來的期待 你們騙了他對這個一個人 畢竟還有善良的一面的那種信心 現在民眾黨如果說 柯文哲畢竟我們民眾黨 其實你有這個規模 不是一人政黨 他總統不用選了 雖然我們重啟如造 珍惜我們已經有的 這個何其間據 這個我不曉得鎮魚敢不敢挑 我覺得鎮魚其實比黃國昌更有資格 黃國昌我覺得他是很有破例 他那一天來這裡 我也覺得他滿善良的 他打工做集 你看低調 維持低調 但是黃國昌的精力 他經過了黨 每個黨都完蛋 你看 起碼林鎮魚沒有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今天誰做 我覺得黃國昌做代理主席 或者真的變成爭執無範圍主席 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他最大的責任 其實要使這些35歲以下的年輕人 重新相信 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柯文哲這樣壞 這不同意 你知道 柯文哲你剛剛講 這兩個人講話有時候 亂講一通我也覺得 他昨天居然講說 沈慶晶是財團老闆 也是市民 這講這什麼鬼話 沈慶晶跟台北市市民怎麼會一樣 台北市 250萬的市民 任何一個市民如果跟柯文哲說 你來我家唱歌 你來我家唱歌好了 我安慰你落選 他會去嗎 他有可能去嗎 怎麼會是一般的市民 對不對 你只要講到說 好吧 我是 你們都居然揭發我去唱歌 我是去唱歌 他安慰我 為什麼 叫我去唱歌 安慰我落選 結束就好了 不要再苟尾續雕 再講也不雕 反正也不是續雕 再繼續扯說什麼 他是一個市民 這讓我聽起來 就有何不食肉米之感 就是同樣的意思 你現在交往的大財團太多了 有錢有事的人太多了 所以這些人都是市民 尤思惠說你 因為沒有硬要去那邊唱歌 他說你心裡很不平衡 有得不得 他昨天在這裡 我有講 我說奇怪 我也落選 那沈慶晶我也不是不認識他 因為大家神走江湖 怎麼會碰到 他怎麼從來也沒有安慰我 一通電話也沒有 還不要說請我吃飯唱歌 幾十年都也從來沒有聯絡過 你誤會我的意思 你講這話我們都聽懂 尤思惠就直直的去隱身為你 你心裡不平衡 尤思惠有問題 尤思惠今天上網 還發了一個LINE給我說 對不起我拿你做了個梗 我說沒關係 他就開玩笑 笑就好了 休息一下就回來 對啊 好 那麼這個案子當然這個 因為柯文哲一直說 柯文哲最喜歡講一句話說 沒有一毛錢到我口袋裡 沒有一毛錢到我口袋裡 這個案子的重點就是在說 到底有沒有人拿的錢 有沒有對價關係 是滿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 這案子是不合理的 進化成果怎麼會合理 你自己想想看 我常常建議政府 我說你把那個融積率 去當成你政府的資產 比如這個建商 他只能蓋12成的 讓他多蓋2成 為什麼讓他多蓋2成 多的錢交出來 做青年購物基金 政府怎麼會沒錢 錢一大堆 為什麼不能用 對不對 不用 然後這個時候就慷慨給他 一下子從什麼394 變成840 這麼慷慨 結果一直到應小微 這個錢出來了 說沈進行給他 開始說1000萬 後來又說2000萬 後來又說4500萬 後來又說4000萬 然後又說今天有4700多萬 這是全部給應小微嗎 還是說應小微用這個錢 再去打點別人 還有只給應小微嗎 有沒有別人 有沒有別人也拿了錢 做別的事情 有沒有擺手套 這當然就會聯想到 因為錢出現了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錢出現是非常重要 這個錢出現以後 因為我就知道這兩個 一定會被收押了 因為你收了4500 4500萬 4500萬 4700萬多萬 還不收押 給人錢的也有問題 對不對 你給人家那麼多錢 沒有事 當然也有事 所以這兩個一定會收押 我們早就知道了 另外還有應小微跟他的助理 叫吳順明 也被擠壓起來了 然後為什麼說擠壓 說怕他們逃亡 所以應小微想從桃園機場出境 就被攔下來 就跑到青群岡 覺得那個大概比較鬆 然後青群岡就被抓回來了 他說給媽媽到香港買藥 沈慶基說是在逃生梯 什麼叫逃生梯 其實基本上就是 大概從另外的後門來 因為一個大樓都有 另外的逃生梯 想要從那邊走 結果被認為說想要逃 想要逃 所以不管是要替媽媽買藥 還是要逃 沈慶基現在就講說 我給他4740萬 是慈善捐款 我是捐給他的協會 他捐給他協會 他就從協會 大筆領錢出來到自己的戶頭 付卡債付什麼 所以不是一樣嗎 只是轉一圈而已 其實還是給他了 所以到底怎樣 這個錢給這麼多 到底幹嘛 我們看一下 就是知道肯定有鏡頭在拍 台北市議員應小微 被急壓進箭 準備上球車時 故意把頭側向另一邊 對比先前走進北檢落差很大 不好意思 讓大家關心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覺得盡量就是幫忙離親 我覺得很棒 說是要幫忙離親 卻被查出關鍵的 4740萬元的異常金流 讓金華城的容積率變成 840% 就被發現同月應小微 也陸續收到錢 甚至連政署還沒動作 應小微就試圖二度相出境 第一次說是要去英國找女兒 預計在香港轉機 結果到桃園機場 被通知禁管 竟然直奔清泉岡機場 又改口說要去香港 替媽媽買藥 還說自己心情不好 降散心 但似乎說服不了法官 被認定有逃亡之餘 而沈慶金的部分 主席與身體還好嗎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金 也被羈押禁見 同樣側著身快步走上球車 都說自己很冤枉 因為不送官員紅包 才會被人報復 但行為似乎透露一切 不只涉嫌多次透過 威京集團旗下子公司 分批匯款到應小微 指定帳戶 甚至在連政署要到家搜索時 被發現審慶金 準備要從住家安全門離開 當場遭到阻止 而這些錢 則是由應小微辦公室的 無姓助理提領存入其他帳戶 而她的身份也被查出 不僅領威京集團子公司的薪資 當子公司顧問 也是應小微團隊助理 同樣遭到羈押禁見 都請了王牌律師 卻仍是收押 精華沈案關鍵人物 都遭到搜索約談 真相如何 簡連拼湊中 其實在我們回頭看 柯文哲那天的記者會 那就是她已經等於是 在跟大家做一個 暫時性的見別了 因為這個案子她現在被約談 那雖然她是沒有拘票進去的 可是我們知道 檢調辦案的手法 分成好幾種 當時鄭文燦一開始的時候 她也沒有 我印象中她也不是被告的身份進去的 但是她很常有兩種 第一個是說請你來作證 然後證人突然之間就轉被告了 問一問發現你有問題馬上轉被告 或者是說用約詢的方式來 然後把你轉被告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麼大規模的搜索 如果是無保請回的話 整個北檢是顏面無光 所以最起碼會有禁管 最起碼會不讓她出國 但這邊也要講一下就是說 在網路上有一些不肖媒體人 就隨便說人家要逃亡這件事 我覺得這樣也很不對 因為這柯文哲他本來應該是 在9月21號要去參加台美國防工業會議 我也要去 所以我知道 那個簽證是必須提早辦 不是ESTA 就是一個禮拜前再辦就好 所以大概是因為他們去辦了這個簽證 被知道之後 就有人跑出來講說那他是不是要逃 這個東西很不好是因為 你講人家要逃 如果檢察官才信的話 那不好意思 那就是直接羈押禁見了 尤其是如果有逃亡之餘的羈押禁見 他會直接喔 不斷的羈押 很有可能不斷的羈押到你一審之後 才會放人 這是司法上面很常見的 所以我們回頭看這個應小威跟這個審慶經 他們兩個人都有同樣的情況是 在這個案子辦到一半 你也知道在討論你的時候 結果一個去機場 一個躲在逃生間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會被羈押禁見 而且可能會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事項 變成是他開羈押禁的時候 檢方還是會認為你有逃亡之餘 因為你先前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變成長時間的羈押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他當天的記者會 為什麼他會說出這麼多奇怪的話 什麼財團也是市民 不只他還講說那個3400萬嗎 4300萬的商辦 他說這個 他說什麼 他說登記在我的名字下面 比較好監督 這句話也是讓人聽了覺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的這個鞠躬道歉 再加上他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的畫面是這樣 檢察官不斷的在催促他 這廉政署不好意思 一直在催促他往前 可是他就是 一定要對著記者發表完他的談話之後 他才上了自己的車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也很清楚知道 他有可能這一去積壓境界 他可能幾個月都沒有辦法 再出來回應任何問題 所以他希望不管是昨天的記者會 今天被搜索把他想講的話 跟他的支持者講清楚 所以我們回頭來講 這個金華城的事情 你說應小威一個人要替金華城施壓成功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自己都做過議員都知道 甚至連很多現在有機會 去訂柯文哲罪的這些便遷 也都是議員等級 我們都調不到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在很多的節目被討論呢 那是不是有些公務人員 他也自己不想扛 就把資料給丟出來了 這次打上一個問號 那再來呢 這個 這個審信金跟應小威議員的關係 本來就很好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黃復興黨部的 所以他們之間的這個友情 已經維持了非常非常的多年 但也不能因為這樣 就私相授受 變成是說特定的去幫 什麼樣的一個財團講話 最後談一下金華城 金華城這個最爭議的 其實是在20%的這個融積獎勵 為什麼他還可以額外獲得 因為他是一個22年的建築 應該不能適用我們的都市更新法規 這對一般市民來說不公平啊 我自己的家是60年的老公寓 然後我媽媽的家是也蓋了40年了 我們都還沒有都更 那他一個這麼大的這個企業 就先用了都更的法令先受毀 那你覺得對市民而言 大家是會怎麼想這件事情呢 甚至一開始的時候 2019年的時候 金華城是希望把他這個商三改成住三 要蓋豪宅的 就類似桃豬影員那樣 當時我就非常的反對這件事情了 因為你這幾乎如果住三改商 商三改住三的話 蓋豪宅幾乎就是暴利 後來沒有這麼做之後 他就開始爭取融積率回到560 那有監察院的背書 然後在後來台北市又打行政訴訟贏了之後 本來就到這個地方定下來了 沒想到後面又有30%的融積移轉 再加最有爭議性的那20%的融積獎勵 那個融積獎勵討論的非常多遍 而且每次內容都不一樣 那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我就講其中一個點好了 他說要認養富盛公園50年 我家就住在那旁邊 那是一個極小的一個地方 他根本在一般人的眼裡稱不上是公園 你拿那個東西去換20%的融積獎勵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個小到連種樹的空間都沒有 你會認同他是一個公園嗎 他就是一塊很小的地方蓋了噴水池 而且旁邊的台北偶戲館 那是當年台北市長郝龍斌 為了跟這個金華城在談判的時候 那時候392%的時候 他就要求對方要蓋台北偶戲館了 要蓋停車場了 然後要有富盛公園了 這一些所有給市民的回饋 都是當時好龍斌 不懼強權去爭取 為台北市民爭取而來的 那你今天如果要20%的融積獎勵的話 你應該要比這個還要增加更多更多更多嘛 那結果他在都審法之外 創這個韌性城市貢獻 智慧城市貢獻 跟宜居城市貢獻的獎勵項目 基本上就是對自己好嘛 我市民我得到哪裡的好處了 他說停車場裡面裝充電裝 不好意思耶 現在大多數的這個地下停車場 都要裝充電裝耶 百貨公司也有耶 你為了你自己的商業大樓也應該要裝耶 你怎麼會把這個東西拿來做20%的融積獎勵 還讓他過關呢 那個公園也一樣啊 小不垃圾的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說 我要擴大割地 我精華城我割一大塊的地 給台北市政府去做額外的空間使用 你才有機會跟人家去討論 20%的融積獎勵嘛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 其實從頭到最後 中間的都審委員 都不太願意幫這20%的都審的這個 融積獎勵 額外的融積獎勵背書 是有其道理的 休息一下再回來 週間